如果你要我形容小虫老师这个人 我只有八个字 虚假 傲慢 欺人太甚 这就是我这几年来迎刃很很大的感悟 他第一项就说 大龄女子出片不易 本人用我所有十几年的演艺圈关系 你因为他资金不足 他居然不知感谢 说得不知感谢 我是这么的相信他 我甚至把小虫老师当成自己的家人 周思杰累控遭诈欺求偿千万 小虫脸书61字发生了 之神与女歌手周思杰 14号现身北院地撞控告 关键就在于三年前两人合作专辑 傻傻的花闹出合约纠纷 这几十年来 我们华语世界所谓的音乐教父 我是这么的相信他 我甚至把小虫老师当成自己的家人 记者会上周思杰更是讲到一度哽咽 并对小虫老师列出三大罪状 罪状一 制作费超高天价 小虫老师的部分由他统筹的部分 就是一千多万 应该有超过一千两百万吧 主打歌傻傻的话 他要来当导演 他要来制作 他就用了一个 他说帮别人拍的片子 先拨给我看 他说你看哦 我拍成这样不到台币四十万 那我就想哇那这样很划算吗 拍的时候他会开价 最后我只请小虫老师便宜十万块 所以他本来开价一百七十五万 他说他只能最近算一百六十五万 我问说老师为什么要这么高 他就告诉你三个字 我值得 我是大师 罪状二 收了制作费却交不出母带 收了九个月的策划费 每个月二十万 光小虫老师 歌都出不来哦 后来的四首歌没有完成 让何一首哦 小虫老师是一个月二十万 他的经纪人是十三万 加起来三十三万 而且税要外加 所以我的高贵器跟傻傻的话 光这两首就拍了六百万 这些都有单据有发票的 那么居然不能在KTV上架 因为他识取不授权 他要不然就是开天假 要不然就是他要你付那个违反 然后他自己该负责的 该给的东西都不给 第一次的母带已经不交了 第二次又严重的这个时间延长 超时非常久 再加上所有该给的他都没有拿出来 当时他没有提供合约 他只是收钱 那合约一直没有过来 然后就一直收 罪状三避而不见 可是他并不见面 他有一度是把我们拉黑的 我们曾经也寄诉讼状给他 但是如果各位有看到那个诉讼状 如果当时的人是你 我想你可能会气吧 他第一项就说 大龄女子出片不溢 本人用我所有十几年的演艺圈关系 因为他资金不足 他居然不知感谢 所以我不知感谢 各位我很少话讲这么重 但如果你要我形容小虫老师这个人 我只有八个字 虚假 傲慢 欺人太甚 这就是我这几年来 隐忍很很大的感悟 针对周思杰上述的种种指控 小虫目前尚未回应 不过他透过脸书发文 能让人利用 表示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把善良与爱留下给点贡献 演谈间似乎亦有所指 我觉得因为你很想 觉得有一种心情是那种恨铁不成钢 你愿意把自己的专业贡献出来 嗨 大家好 我是吴忠倩 Jacky Wu 献哥来了 我是乃哥 我去哪里 我是小艾斯 我是江湾雄师 我帮上陈美某 我是陈文哲 我是陈文哲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revin 廖伯雅 我是艾薇 我是蓝 我是蜜月 我是林真益 我是真心 我是陈君 我是蜜蜜 圣诞跨年又到了 你们想后圣诞跨年要去乃哥了吗 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 美容的话呢 有准备的礼物来跟大家交换一下 用你心思 用你情感准备的 厉害啦 马上下载 娱乐新闻 立法 马上下载 娱乐新闻APP 马上下载 娱乐新闻APP 如果是上三粒新闻网 参加投票 请到三粒新闻网 在投票参加 上三粒新闻网 投票 就有机会获得 我的交换礼物哦 加入我的交换礼物 我的礼物非常好哦 很健康很有feel的礼物哦 赶快下载 祝你得奖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